县佛举办的世界茶叶博览会 为茶农创造庞大的商机 摊位更是一味难求 今年的茶博会将在10月份登场 在县议会临时会中 议员建议县佛除了茶博会之外 平时也要辅导行销 为南投的茶农创造更大的利基 2017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即将在10月份登场 除了为茶农创造千万商机 同时茶博会展售摊位 更是一味难求 议长何胜锋在第18届 第17次临时会中 关心茶博会举办现况 要求县佛农业处 除了茶博会之外 平时也要做好茶叶的行销工作 最主要我也希望 我们管路的农业处 南投官的地政那么多 最主要是什么 要消息 你办这个 世界茶叶博览会 也不是要消息 最主要就是要让人知道 我们南投的地政好 要让人来买 但是应该我们管路办这个 当然有一个效果 但是应该实质 南投官我们国庄定 地政那么多 要怎么消息这个 应该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整地政的起来 要买它出力 去年的世界茶叶博览会 为现场展售的茶农 带来了4500万元的商机 县长林明珍表示 今年销售量应该还是会继续攀升 对于茶叶的行销 未来县府会持续改进检讨 协助南投优质茶产业的发展 去年我们所卖的茶叶 就超过4500多万 那么今年我们还是能够 再继续行销我们南投县的茶叶 所以世界茶叶博览会 已经变成南投县 一个重大的活动 可以带动我们经济 很大的收入 所以我们这个茶博会 我们会继续来推动来办理 我们会不断地来检讨 场地的需求 场地的范围 是不是能够再有所突破 另外针对县内其他优质农产 县长也说 未来将会纳入茶博会中展售 让来访的观光游客 除了品尝到南投优质的茶叶 也可以经由优质农产的展售 促进南投的在地经济发展